随着内阁部长昨天到王宫宣誓就职之后 首相慕尤丁今天早上就率领了一众内阁成员 在首相署召开了第一次的内阁会议 那所谓新冠上任三把火 如今我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经济僵局 而国盟政府又会寄出怎么样的政策来应对呢 首相慕尤丁和一众内阁成员 今早在首相署召开长达两个小时半的首次内阁会议之后 召开记者会强调 新的政府会全力速摊 而内阁成员也必须在速摊的道路上 和政府保持一致的步伐 然而在新冠肺炎和原油价格下挫 双面夹工之下 导致我国经济展望前景低迷 政府将成立经济行动理事会来挽救国家经济 而政府也会检讨前朝政府推出的振兴经济配套 必要时资金还可以再加码 至于会不会恢复国阵时期的GST消费税 慕尔丁表示需要再研究 新内阁阵容当中副首相一直在我国史上是第一次全空 首相以委任四名高级部长作为替代 但这四人当中究竟谁才握有最大的行政权力呢 慕尔丁巧妙地回答记者说 四名高级部长的权力都一样了 只不过 慕尔丁这样说 是不是在此 茂公部长阿兹敏在四名高级部长当中 权力是最大的那一位呢 各位观众可自行解读了 各位观众可自行解读了